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用说 现在最先进的电脑科技的确加强了这出席的看点 那种看着那些建筑物被破坏的那种正实感 还有那太空船的破坏力 看到很爽哦 那最最最重要的还是故事 这次的兵力大概是比以前较多十倍吧 用外星人的科技打回外星人 我非常喜欢这次的空战 他完成了第一集无法完成的画面 但还是像第一集一样 你会有那种 啊 就这样结束了 的那一种以为有一场二战 但结束的有点简单哦 虽然不至于让人家太失望 只会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咯 以下有几个疑问的 第一 如果外星人那么聪明的话 他并不需要触动他的王啊 只是派他的兵就可以淹没你们啦 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王死了 全部的外星人都会死掉 他应该不会那么的轻摔吧 那是聪明还是蠢啊 第二 如果他要抢回那个宇宙之时 他不是应该先停止破坏地球吗 不然他也会波及他自己吧 第三 还有少少就破坏到地球 为什么就这样飞走呢 如果王死了应该全部外星人都死掉吧 那谁驾船走啊 这些就是这个电影没有想到透彻的地方 如果比起来第一集 第一集还算合情合理哦 如果我要打分的话我会给75分 给予他的电脑画面和快节奏 不会太啰嗦 还有战争画面核的一线故事情节 不过这个电影里面有隐藏几个惊喜哦 加深了这个电影的可看度 蛤 什么惊喜 自己买票看啊 好啦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这边订阅哦 如果你已经看了这套戏 有任何的意见 请留言给我或给予你自己的见解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